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欣赏一下日本顶尖骑手锦桑玉泰的一局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日本第41届天元战挑战者决定赛 锦桑玉泰指白对杰成冲的一盘棋 当然黑棋家住的时候白棋飞是普通的下方 寻求实地 黑棋普通来说一般是飞住去外设 但是这样白棋实地捞的也是很愉快 飞这个的也有 不过杰成冲也是栗战型的选手 计算能力也非常强 实际上走的是靠 这个靠也是对白棋这个形状可以说是有利的一手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可以说值得大家学习一下 如果你从上面搬不好 这个黑棋就退 这个接下来白棋没有棋型 你利被断掉了 是吧 粘上的被这一斑也是崩溃的形状 这个等于是点在方上 所以白棋只有下斑 下面黑棋单长是好说 白棋没什么好说的 只有长 那么黑棋在小间 这个是黑棋靠完以后一连串的这个招法 白棋肯定不能忍受啊 这个这样忍受呢 当然是不肯 这个活得有点太委屈了 全部都在二路 白棋势必要反击冲 如果黑棋打呢 那么这个外面呢 和刚才相比 黑棋明显呢 就弱了不少 嗯 黑棋呢 也不肯 所以黑棋呢 要冲下来 因为冲下来 毕竟把这个角上这颗子啊 也就是说呢 给 割下来了啊 实地收获很大 同时呢 也让白棋呢 没有活 那么白棋势必斑 这时候黑棋不要去急急忙忙把它跑出来啊 那么黑棋病 那么等你冲的时候再跳 这个呢 可以说是这一连串 这个局部啊 黑棋比较连贯的下法啊 确实是 呃 挺有力的啊 确实也得承认它这个挺有力的 这个 靠完以后的这个下法 还是值得大家这个学习啊 值得大家学习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显然这块白棋啊 就处于一个 不活的状态啊 这块白棋呢 处于一个不活的状态 那么啊 这个棋应该怎么来自估啊 我们呢 就来欣赏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锦商御态啊 作为日文第一人这个 呃 自己目的这个能力 或者说他的这个 计算的能力 第一 是不能提 这个提是就是说是 比较这个 呃 太笨重了 那么提了以后呢 黑棋就往里面跳啊 你就这提了也只有一个野 还得去做第二个野 黑棋这个只走在外面 每一步起 它都是有作用的 这个提肯定就是说 是平庸之招 但你布提很明显 黑棋一拐出来 又出现了两个断点 又出现了两个断点 所以这时候 白棋先沾一个 问一下黑棋的应手 因为这个看似是一路度过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 这个架子非常大 这个脚上的架子本身有十多目 而且主要是走完以后 白棋这个脚上是有眼味的 这里已经有个眼 这里以后一爬有个眼 这里有个眼 等于一度过 这块棋已经活了 得了十几目还活了 同时破了这个脚以后 黑棋这个地方 小心以后白棋反过来打入 所以这个子四小十大 那么黑棋还要硬 那么黑棋硬了也有头疼之处 所以这个时机还是挺巧妙的 这个如果立下来 当然木树 局部木树是好一点 但是很显然的 以后这个地方白棋有这个挤的先手 他活了以后在这一带点一点 或者说是这一带走一走 你总是这个地方比较弱 不是那么安全 所以实际上呢 杰森冲还是以攻击为主 选择的团组 把自己味道呢补好 就是说 注重呢 与这个白棋的这个 对整块的攻击 当然这个呢 木树呢就会稍差一点 以后这个白棋度呢 是先手啊 这个棺子便宜 甚至呢 还有可能联邦打结 好 那么走了以后呢 这个拐掌势就不怕了啊 那么白棋还是不能提 那么如果单纯的跳呢 也显然是没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黑棋老老实实的跟着印 就行 注意 这个地方白棋掌势 还有两个啊 不太安定的这个棋子 那么接下来 白棋注目的是挖 但挖完 他不是去提的啊 再加住啊 这样呢 借用这个子啊 进去出头 黑棋当然唬住 然后白棋这时候再打吃 这样吃两个子 让呢这个 黑棋啊 有点难受 这个时候呢黑棋呢 倒是也有一个选择啊 就是说 提看势必然 就黑棋 我不提你 我就当张上 哎 当张上呢 就是相对侧重于呢 这边 以后的这个发展啊 注重这边 因为有这个子啊 少这个 没这个子呢 这个区别呢 还是 也不小 白棋会这里多出一个子来 第二个呢 由于这个头啊 相对软的 白棋呢 还有可能呢 搬过来 是吧 要你这个子是硬的话呢 这个搬的威力就小多了 但沾上以后呢 不好之处呢 就是这里 白棋已经一个眼了 这里还有半个眼后 这样呢 白棋基本上呢 就已经活了 这个白棋甚至于 不走了也行啊 甚至于反过来啊 打入也可以 拖鞋也行 因为这里已经是个铁眼 所以呢 呃 这里 鞋身冲啊 还是很麻啊 那么干脆呢 还是提 白棋提过来 黑棋呢 打三黄一 这样呢 更加侧重于啊 对这块棋的攻击 因为 这个提过也有一个好处 随时呢 一走 你这个眼就没了 根据情况需要呢 哎 我这里还是先手 对这边呢 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这块棋呢 现在啊 由于随时一挤 没有眼 这只有半只眼 那么 白棋显然还是处于呢 被黑棋 攻击的状态 那么如果 认为白棋 是被黑棋 攻击的状态的话呢 那么 普通来说呢 那白棋长 那呢 那黑棋就是比较愉快的压啊 就一路压过来 哎 反正呢 每交换一手 每交换一手呢 那么白棋显然呢 黑棋显然呢 就便宜 因为黑棋这个作用 明显比白棋这个作用呢 要大得多 要大得多 这个是 普通的想法啊 因为当时白棋好像是没活啊 也没办法 但是在这里 这个景山玉泰 展现了这个 飞凡的 或者说是超强的啊 这个战斗能力 即使自己是孤棋啊 那么这个头一定是要抢过来的 这个可以 真的是可以说是气势十足 气势十足 当然这个一下子也把这个 集中给惹脑了 黑棋不肯退了 势必呢 就要把你打断 那么接下来这部棋啊 黑棋啊 这个是 看似必然 但是呢 确实从事后来讲 似乎有点问题 断了以后呢 这个棋呢 可能还是当长算的 当长 这个打无所谓 打就打吧 暂时也不见得打了 那呢 这样呢 保持这里的相对厚 看看白棋 黑棋在这一旦呢 怎么样自顾啊 应该来说 黑棋还是比较主动的 但是杰森中呢 在这呢 走得更狠 走得更狠 他先打这个 再贴 这个就更狠了 就是把你外面这个也要纠缠进来 把你走重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以后比较轻 你实在要吃呢 它可以暂时不硬 但一个子打成两个子以后 啊 这个棋呢 就变重了 这个呢 就是说 所以说 可以说是最狠的下法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啊 似乎黑棋啊 这个对以后的这个 形式的发展 或者是判断 或者是计算啊 就是说呢 不够精准 这个呢 事后而言呢 来看呢 是有点这个 过分 当然啊 你要让它变成过分啊 你需要拿出你的招来啊 才能证明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锦山是怎样 精彩自估的 飞 飞在这 啊 嗯 那么 黑棋跳 飞这个不好 飞这个黑棋就跟着操呢 这里 由于这里有先手 这有先手 对白棋呢 对黑棋这下面呢 没有影响 啊 这个就不一样了 下一步眼睁睁的 是什么呢 要跳下来 跳下来 跳下来以后 这里注意啊 这个脚上黑棋 也不完全安全 那么 黑棋先跳一个 这是 这个 杰棱冲的 预想之一 白棋必须贴 这个是形状的要点 不能急着跳啊 这个被一冲就坏了啊 刚才说过 这个地方 黑棋有这个 挤的手段 这个白棋形状一下子就 属于崩溃 所以 要保护这个形状 然后黑棋再接啊 这样呢 杰棱冲以外呢 这个 一 尖了以后啊 哎 这外面呢 长时也把你封住了 由于这里有些借用啊 你长时冲不出去 而底下呢 你靠呢 我也可以搬 也守住了 这样说不定就逼迫啊 你只能在里面 两只眼苦活啊 两只眼苦活 你活是能活 那两个眼苦活呢 外面该我刑期 你这两个 这两个都不太暗地 这是杰棱冲的预想图啊 那么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 他忽略了这个 锦桑的反击的能力 这个里面呢 白棋只要什么时候一吃 就是活棋 就活棋 这有一个眼 你走掉这个也没有用啊 这白棋唬一下也是活棋 那白棋先吃 然后再翻打啊 这个是好手 那你如果补呢 他可以先提一下啊 你这个不能急着杀他 因为这里飞起来 小自身呢 还没活 所以你得跑 那么白棋尚势尝出来啊 黑棋拐 这时候白棋在联班啊 先问你一下 因为黑棋 现在呢 还不肯缩回去啊 缩回去 因为一滚打以后啊 这个 这个外面 白棋 比黑棋还要大 黑棋所以弯出来 那么白棋拐一下 这个当然是形状的要点 粘上啊 看上去呢 也没什么啊 白棋回头来 不还是要啊 在这里一带 在这个后手 做活嘛 做活 那么白棋 黑棋抢到先手呢 可以从外面呢 这个 攻击出来 但是 这个白棋的 下一手啊 下一手呢 这个非常精彩啊 充分展示了这个 锦商玉泰 日本这个 第一人的 这个 实力啊 也充分展示了他 强劲的 这个战斗啊 自孤的 这个能力 下一手棋 一举呢 打中了黑棋的这个七寸 啊 我们来看看 下一手棋的要点在哪里 这时候啊 这时候啊 看似不通 那么白棋下一手一出 立马这个形式啊 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这个 白棋这一手 抓住了黑棋的弱点 尖 这个确实是 不容易想到啊 特别是你在前面战斗中 能上到这一步 这个就 确实是 就更难了啊 那么这一步 小间以后黑棋 结果就是说 熟一世啊 我们经常说的 动弹不得 动弹不得 首先这个地方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么下去啊 这么下去 这个里面都要活 但是你强行守呢 他现在是守不住 别说退 那么你退的话呢 白棋继续追击 哎 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你不能被他冲啊 你也不能冲啊 你只能底下扳 那么即使这样啊 也很难逃脱啊 白棋可以扳了 粘上 你只能吃啊 那么这个啊 他就算再打吃 另一个 对吧 然后再吃 这样呢 这个白棋 棋型的外面全走好了 顺便啊 把这个地方还活出来了 把这个 里面的是活棋 你这个还 好像不能粘 一粘的话 它不光是做活的问题 它呢 还要先杀你 这个呢 就是说黑棋呢 明显呢 是不行啊 明显是不行 但是不能退 那也没有别的好的方法 是吧 你如果说照顾外面 照顾外面的话 这个啊 如果说 走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一虎下来做活啊 这个变成这个里面啊 黑棋还要出问题 直接藏也行 小尖小尖也行 这样呢 你只能自己做活 那白棋 反过来还要 倒咬黑棋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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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棋啊 也是不行 也是不行 那么都不行的话 显然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 那么苦食良久呢 那么黑棋只能先唬住啊 先勉强保持呢 这里的联络 因为这里一下来是线索 而且木树也全不见了 黑棋还要往里面补齐 不过啊 这个 这位白棋来说 早就准备好了 连贯的后续手段 不要着急去办啊 先不要损外面 继续点 刚才已经说过 不能让白棋连回来 白棋一连回来是线索 这个或者顶回来 这个是线索 不当自己活 那么黑棋呢 就只有冲啊 有了这个两个交换呢 白棋等于就是 确保了啊 这个团的线索 当然以后还有这样的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白棋在搬 白棋这一带可以说是 次序走的是非常的精妙 非常的精妙 就是说 黑棋啊 没有办法 现在不能打车了 你打车 那么再打车的话 那这两个交换 你这个挤又变成打输手 这个先下来 你捕获它还可以跑出去 形成转换 这样呢 还是不行 那么 现在黑棋呢 只能保留单跳出来 不敢动了 单跳出来 那么 由于啊 这个白棋 没有做这两个交换 没有做这两个交换 如果你把这两个熟手走掉 那就是 就是说实在是 花蛇添足了啊 本来很好的精彩的 被你这一走 那你这个打车呢 基本上就变成后手 基本上就变成后手 但不交换的这一打车 就很舒服 这个黑棋啊 也不得呢 不硬 虽然说 不硬可以跑出来 那么这个白棋这一提啊 这个是心情愉快啊 这样是 你得走这个了啊 那么我就不用去走这个了 直接虎也行啊 这样我先手后时的联络呢 再跳出来 也可以 这样黑棋啊 也是非常的被动 被动 不过或许呢 就是说白棋啊 黑棋 这时候可能呢 也是这么下呢 会好一点啊 或许能支撑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啊 那么黑棋呢 现在是张上啊 依然想瞄着 这个白棋的弱点 但是没想到啊 这个 这个白棋啊 一小间啊 这时候不知道 黑棋是 就是想弃止了 还是想 还是误算啊 这个就是说不太清楚 那么这个地方啊 被白棋 白棋现在可以走掉了 一小间以后啊 刚才瞬间黑棋在 攻击 这个白棋啊 想欺负白棋 这块甚至于来说 这块甚至于来说 中间的话 一瞬间白棋经过的 这个巧妙的手段 特别是这个 当吉啊 这个妙手 把黑棋啊 齐精全给吃进来了 在这可以说 井上玉台展现了 这个强大的 这个计算能力 那么黑棋 张 这时候呢 白棋注意不能搬啊 搬呢 它可以吃了冲出来 那么在当飞 黑棋六子 其今无疾而终 这个自顾就实在是 太成功了 太成功了 这个 所以说当初啊 为什么说这个打吃 被它藏出来 这个有点过分啊 还是应该当场 当然呢 在当时 是算不了那么远 同时当时呢 如果不告诉你结果 你甚至认为呢 这个黑棋 是走中白棋的好棋 那么这一飞以后呢 黑棋在这个地方 刚好逃不掉 刚好逃不掉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的变化 我们来搬 白棋弓柱 白棋弓柱 是吧 黑棋粘上 白棋倒 黑棋断 黑棋断 这时候呢 白棋需要注意啊 不能单走 单走的话 这个地方还被它一搬 这个又要出棋了 因为这个地方有先手 所以 因为这个 你要是断呢 它这个充实先手 注意啊 充实先手 这里一打呢 就把你 打死了 所以白棋呢 要先打吃一下 先打吃一下以后呢 再靠这个 这里靠死先手 这四个字不能死 这四个字死了 比这一串可能还要打 然后呢 再贴出来 再贴出来 这样呢 黑棋怎么呢 也跑不掉 你现在在搬的时候呢 白棋就断 就换 你这个棋筋啊 怎么也跑不出来 你冲呢 它就弯 就完整 你这个地方你吃出来以后呢 这个没有用啊 白棋这个贴呢 是先手 是吧 这 你不管印哪个 这个以后呢 它就一贴 就可以了 这个本身 印这个的话 好像外面 还有针子的关系 现在可能是 长是针不死啊 但是这个点 还是不行啊 或者直接弯这个 也可以 反正有了这个子 这个外面呢 就没有毛病 而你如果说先冲的话呢 那么它 这个就可以张在这 收入你的气 你这个打呢 也还是没有用 所以这时候呢 黑棋呢 一看呢 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只能拐 想办法呢 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那么就长了 当然是 黑棋先把这个吃再说 虽然白棋不走啊 这个黑棋长生死死的 但是黑棋这一代呢 借用太多 白棋就老老实实补一手啊 也基本上可以说呢 是胜利宣言啊 白棋 这个 在黑棋的攻击下啊 经过精准的计算 反过来 把这个黑棋啊 全部吃掉 可以说这个自孤啊 实在是非常的巧妙啊 特别是这首尖 是这个 无人意料的妙手啊 接下来黑棋虽然还在继续 比如说另一个啊 像把这块空围到最大啊 但是破这个空啊 自这个固 呃 我们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是呢 和这个比起来 当然就是说 小无间大物了啊 这个谈不上任何精妙 只能说是 一个 简单的啊 基本功的问题 那么井上 我们看看这里是怎么处理的 就简单的 分个头啊 反正在这里 活吃一块棋就行了啊 如果说全部被它围起来 这个棋还难说啊 因为你虽然是吃了鸡精 但是木树多不多不知道 这个以后要提起来 那么分这个 如果分这个呢 这个好像有点风险 那你飞 在惯用的伎俩二路拖啊 找借用 等你退 再一飞 再一飞 这个非常轻松的啊 就马出了 这个两个野 你走这个 白棋就顶 是吧 由于你这个中间啊 始终还没吃干净 你不能在下面胡来 那你补这个呢 这个白棋就最 朴实的令 这个 当然谈不上是什么精妙 但是 作为治孤来说呢 也是非常啊 简明的招法 那你 拐这个头呢 白棋就病 这个是大家 通俗易懂了啊 连解说都不用了啊 这里是板六 这里是杜果 这样呢 就活了 活了呢 肯定是就是说 确立了这盘棋的这个 盛事啊 盛事 当然这个只是 这个是 锦上添花啊 这个是 当然了 这个关键之处啊 是在这里 而在这个过程中啊 能够走出这个 单脊的这个妙手啊 一举呢 由手为攻啊 反过来吃掉 黑棋的这个 棋经啊 可以说是 白棋这盘棋 其自估的亮点啊 亮点 这是说呢 呃 如果说啊 我们不知道 他当初就计算到这一手棋的话 那么这个计算力啊 可以说还是非常的恐怖的啊 呃 呃 在世界企业中的对垒 不然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呢 锦上啊 还是很有这个竞争力的啊 比起这个中 航的顶尖高手啊 其实我觉得并不逊色 只是非常可惜 由于日程关系呢 他参加不了 今天这盘棋呢 我们从中呢 也可以领会到这个 这个景山的 这个恐怖的战斗能力啊 啊 这个这一部剂 确实值得我们呢 大家学习 好的 那么今天的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